而我們看到了馬英九沒有文明的概念 他還在抗日 還在想說什麼中國什麼被日本侵略 什麼不共戴天什麼講這些 那請問講這麼多說中國以前不是打了很多 打越南打什麼人家沒有跟你不共戴天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文明的發展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阿健就 馬英九就是 永遠搞不清楚狀況 這是個天兵 哪壺不開提哪壺 你要記住你非得挑這個時候嗎 中共政大軍所有的飛機軍艦 是不是都一天大晚在我們臺灣 環繞兩千顆飛彈對準臺灣的時候 中共要蠢蠢欲動 要併吞臺灣的時候 你才在那邊提記住 你一等到說禁令解除 你可以出國啦 你第一個對象 你不是去美國 不是去日本 你竟然去敵國中共 那中共是最不可信的 完全胡說八道 用狗 這次在四人面前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他說烏二戰爭 他要勸河促談 他是這麼說的 然後他說他先行都是和平使者 他不介入 結果這個戰爭以來 他暗中提供俄國軍備品 武器 彈藥 無人機都在那裡提供 上個禮拜的今天 他都已經宣布要去俄國拜訪 說要這個勸河促談的時候 今天他竟然他們中共跟俄國跟伊朗三國的海軍 在阿曼灣印度洋的北方 他們在聯合軍演 所以他說一套做一套 然後去到俄國裡面 沒有一個字 談到說要促進跟烏克蘭的和平 叫俄國停戰 沒有 他反而跟俄國談說 要全面提升他們的戰略合作夥伴協議 天啊 公然在世人面前說一套做一套 結果全天下專門騙人的人 習近平跟中共 專門被騙的 就是你馬英九跟國民黨 不是嗎 你就被他這麼騙了就去啦 結果你就當了中共 他們統戰的樣板 那同樣的事情 你剛才在講 說他公佈 他事後才讓我們國人知道 才申請跟我們有關當局申請說 他要去中共 事實上你剛剛的板子裡面 上個禮拜是中共 他們就先把這個消息放出來 同樣這個手法 阿曼你記不記得 十年前的這個時候 馬英九他弄的這個FR 後來導致服貿貨貿 我們學運的衝撞 就是這麼來的 讓學生上街頭去阻擋下來 這個X法 阿曼當時是怎麼談的呢 當時談判的過程 中共要求馬英九說點點 你不能說 結果馬英九就真的點點 後來我們臺灣怎麼知道 有X法 有服貿貨貿貿這個事 是中共才透過新法社 才告知全世界 所以我們臺灣才知道說 有X法要竟然要簽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竟然就是中共 中共不把你馬英九當成說 你國家領導人 你總統 叫你閃一邊去 中共直接對我們臺灣人放話說 我才是你的大老闆 我今天中共想讓你知道 你才能知道 我中共不想讓你臺灣人知道的 你沒有資格去知道 他是這個方式 原來我們選出來的領導人在當時 你還是國家的總統 國家領導人之尊 你竟然當了歷史上 中國最愛講的這種俄皇帝 不是嗎 中共叫你點點 你就點點 同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香港你剛剛說 我們其實非常贊成說 臺灣跟中國這邊 中共這邊有交流 但是我認為交流要有這個大前提 就是三步 這三步不分政黨 不分債朝債也都應該遵守 第一點 臺灣跟中共兩岸的問題 絕對不是黨對黨的問題 不是黨對黨去可以談判的 不是你國共你自己的恩怨 債朝債也都不行 我們民進黨 我們也不私下跟他談 因為這是兩千三百萬人 跟他中國的問題 第二點 絕對不是地方對中央 不是地方去禁貢他中央 地方去祈求他中央 讓我們臺灣生存不是這樣 第三點 絕對不能說在我們臺灣刀子被掐在脖子之上 被他押去談判 也就是中共現在兩千顆飛斷對準臺灣 他軍機軍艦環繞臺灣軍演的時候 我們就像說被他用刀子掐在脖子上 這個時候我們就跟他談 這絕對不行 這三步再朝再也都要遵守 尤其是國民黨 尤其是馬英九 我們看看說這個時間表裡面 後來網友整理出相關的評論說 在馬辦回應前國台辦先行發言 提供了行程協助 然後再來呢 整個的過程完了以後 他說接著金普聰上陣攻擊傅崑期意圖止血 因為馬串訪中國是使命令飛去不可 所以換句話講 有沒有微微就躁 然後呢 來轉移目標呢 再來看這個 我們在看看說馬英九登陸 蔡英文訪美雙英較勁演繹中華民國 他至少還可以演繹中華民國 我們剛剛忠實怎麼講 雙英較勁 蔡英文跟馬英九出訪時間重結 請問總統有必要跟他較勁嗎 沒有啊 蔡英文總統是現任的 而且是為了國家出訪中南美 拜託跟馬英九較勁什麼 所以是不是馬英九 閒著中國的命令來較勁了 這才是真正的心態 所以我讓大家講說 馬英九訪問中國 我我贊成交流 我絕對贊成交流 大家彼此要更了解 我問題是你交流有沒有對等 有沒有尊嚴 還有你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大家看蔡總統出訪 將過境美國遭中國批評 白宮說你見鬼啊 過度反應 所以我們蔡總統要去我們中南美洲訪問 中國批評 這莫名其妙 所以白宮也受不了 說你見鬼啊 白宮要講出這句話 說難聽還是很重 等於是在罵中國 你們是見到鬼 胡扯亂扯 胡說八道 再來中國這個會不會趁蔡英文出訪的時候來軍演呢 國防部說都可掌握有因應的方案 所以從這裡來講 我們看到了相關的這些問題 所以佩文姐 美國那是美國白宮發言人 講說你見鬼啊 其實你知道嗎 美國絕對不是省油燈 就是說他的 他你知道他在全世界他都有他的那個CIA 還有那個那種註點 所以中國俄國到底在幹什麼 他們是一清二楚 所以你看這個當習近平要去見普丁的時候 岸田文雄就在這個時候去擊斧 美國一定知道啊 這個也不是偶然啊 這絕對不是偶然 那個timing配合的真的很好 所以你在想 然後呢 你說今天說馬英九要去中國 然後這個跟蔡英文會攪勁 其實坦白說這個沒有辦法攪勁 一個是現任總統 而且是國家級的在訪問 出國訪問 馬英九那個剛剛講說 他太太沒去 他孩子也沒去 他們家四個姐妹會去 你知道馬家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必須講 因為他們家有任何的全家的活動的時候 周美清永遠缺席 但是姐妹們永遠會到 這很奇怪 對 然後他我記得他就職一週年的時候 馬媽媽的一個姐妹濤 就在那個餐廳擺了四桌請他們 就是去就職一週年 他的姐妹通通回來了 姐妹 姐夫也通通回來了 飯桌上就是沒有周美清 欸 這個 這個很奇怪 對 然後真的沒有周美清 然後在席間講話 也沒有人提到他 欸 這個更奇怪了 對 因為那一次我正好跟馬媽媽他們坐一桌嘛 然後那幾個姐妹就坐我旁邊 然後介紹說這個是姐妹夫 這個是妹夫 那個是姐夫 然後我一看怎麼周美清沒來 然後沒有人提從頭到尾 整個餐宴沒有人提周美清三個字 哇 這真的很奇怪 所以他們那個姐妹 其實坦白說啦 馬英九是一個非常自私的人 對 就說他只顧他自己 所以周美清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在他心目中 是周美清在伺候他 你知道馬英九為什麼說他自私 其實他二零零八年當選 他一心一意就是要跟胡錦濤碰面 那個時候胡錦濤是國家主席 對對對對 然後他就一直馬胡會馬胡會一直要做 結果一直沒有做成 結果沒有胡 沒有胡 沒有胡了 沒有胡 結果放情 胡錦濤卸任以後換到習近平 他又馬錫會 又馬錫會 所以他在最後不是去新加坡碰了面嗎 握個手 好爽 握個手 馬先生 習先生這樣 所以他是一個為他自己求定位的人 他不是 他不是為國民黨 他也不是為國獎 所以這次只有他大獲利 國民黨大受傷 國民黨根本沒有得到任何好處